本届大运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将于7月29号至8月5号举行 中国大学生乒乓球队将参加所有七个小项的比赛 目前队员们正在成都进行赛前集训 积极备战 中国大学生乒乓球队派出男女各五名队员参加本届大运会 他们分别来自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南大学等多所高校 平均年龄23岁 其中有6名队员是00后 此前包括参加国内超级联赛在内 中国大学生乒乓球队已经进行过一系列的赛前集训 大运会比赛前 全队训练的重点就是保持队员的良好状态 体能训练 技术训练 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调节 基战术的赛前准备 休息时间段会给大家做一些调整 刘丁硕曾在2021年第14届全运会上 以黑马之资 与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会失决赛 虽然最终他输给了对手 获得了亚军 但这场对决也增强了刘丁硕的斗志和信心 本届大运会 刘丁硕将参加 男单 男双 混双 男团四个项目的金牌争夺 他表示自己将保持平常新参赛 争取赢得好成绩 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运会 然后还是把心态调整好 平时去多跟队友啊 多跟其他队伍这种去交流 或者这种互相进步 希望自己在赛场上能够展现出自己的这种精神面貌 和这种鸡蛋术这种水平吧 乒乓球是我们国家传统优势项目 在上一届意大利纳布勒斯大运会上 中国队包揽了七个项目的所有金牌 此次出征乍运会 团队也将拼尽全力 续写国求荣光